我一看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像猪脚肉 那又很像猪脑袋 只是猪脑袋是白色的 它是肉色皮肤色的 真的是很像伽马 已经割开我的肉了 她说我小看了这颗脂肪瘤 它的猪脚还猪脚到旁边去了 一听到的时候我就整个不行了 我心里就是有很多种的幻想 是不是很严重呢 还是说它扩散了吗 那就是继续的持续脑补当中 女星陈又欣 2019年嫁给肝胆肠胃科 林洋昭医师 2022年顺利生下爱女 时常在脸书分享日常 不过她日前在插乳液时 突然发现被部长大肉球 急忙就医检查 她16号顺利进行手术 陈又欣受访透露 在手术台上一度吓到贪软 几度想要落跑 而脂肪瘤取出物 惊人画面曝光了 道医师那边去之后呢 就确诊真的是脂肪瘤 当然医生他也会进一步的去判断说 脂肪瘤那一般是良性 但也是要进一步的化验 看看他是不是有一些病变等等 那目前是在等待当中 一般脂肪瘤可能都是像小豆子一样 你就会被发现了 有的人是长到耳朵 我的朋友他说长到耳朵 然后就割掉一小块 但是我的部分呢 是这么大的一个球 所以其实我在想 应该已经很久的一段时间 他才有办法长那么大 或者是我最近不知道是生活习惯 还是饮食关系等等 那他突然间长那么大 这个也不晓得 但医生那时候告诉我 就是有很多人是因为家族的基因 可能就是我也活得很健康 吃得很健康 但我还是可能会有脂肪瘤 而且可能你现在发现是在这 但是呢你再摸一摸其他的部位 有脂肪的地方 或许还会跑出来 而且这个不是割掉之后 就一辈子就都不会再有脂肪瘤 还是有可能再复发 担心脂肪瘤产生病变 陈又欣16号下午 立刻进行门诊局部手术 由于在过去 他试图怀孕做试管婴儿时 面对每天打在肚皮上的针 打到内心恐惧 开刀过程 他简直吓爆了 所以我在昨天下午进手术室的时候 我就非常的焦虑 一直想要问护理师 一直说他会打在哪里 我甚至幻想 我可能会被打在启梦的地方 就是咖吱瘤这个地方 我就更害怕 因为就想到 平常如果说搔痒的时候 你就会反射动作很大了 就会很害怕 那何况是一根针 渐渐刺下去 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弹跳起来 无线的脑骨之后呢 我就侧身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 我就想 如果我就问医生说 请问脂肪瘤 如果我把它割除的话 那是不是OK的 我还是可以健在 当下如果医生回答我说 可以的不用割 我再猜有可能 我那时候当下想要 就爬起来 我想要冲出手术室 我就想放弃治疗这样 但是医生告诉我的就是 你这一刻已经五六公分 这么大了 如果你继续把它摆放下去的话 我怕会变硬 一听到会变硬 我就想到 有很多的艺人朋友跟名人们 他们可能就这样子 就更严重 我就忍住 忍住耐住痛 然后想着女儿 我就想着我想要陪她更久 然后还这么浮现她的脸 我就又乖乖的躺下来 开刀过程当中 那个机具是不是嘻嘻咔咔的 开刀过程的时候呢 我就是很明显的会闻到 有烧肉的味道 但是真的不香 很多人说很香 但是我觉得一点都不香 打麻症那一刻 我觉得我比较自己吓自己 没有想 我觉得没有想象中的这么的痛 所以我在昨天打麻症的时候 我就觉得那一关 我用这个方式还蛮有效的 可以让我比较不痛 那当然中间过程当中 在挤 挤这个脂肪瘤的时候 他的用力医生的手感跟在刮 刮的感觉你都是感受得到 只是不会痛 但是你知道他在做什么 他们会铺上一个绿色的布 就是手术当中我们电视上看到 那个绿色布 他会用我侧身的 所以他不会让我看到 他会盖住我的脸 但我的耳朵张开 我一直在听医生在讲什么 我一直在监督他 就是他接下来下一步是什么 我很害怕 我就听到他突然间 可能应该有 已经割开我的肉了 所以打开的时候 他说我小看了这颗脂肪瘤 他的触角还触角到旁边去了 一听到的时候 我就整个不行了 我心里就是有很多种的幻想 是不是很严重呢 还是说他有 他扩散了吗 但那就是继续的持续脑补当中 虽然可能走速半小时 但我觉得好像过了很久很久 过程当中我就 因为可能我吓傻了 我一点声音都没有 我连呼吸声音都没有 医师还掀开布 然后问我说你还好吗 虽然我没有吓到昏过去这样 我告诉他还好 漫长的治疗终于圆满 陈佑欣术后 希望可以看到自己脂肪瘤的样子 便和医生提出要求 结束之后呢 医生就是蹲到我面前来 给我看 我一看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像猪绞肉 那又很像猪脑袋 只是猪脑袋是白色的 它是肉色皮肤色的 真的是很像Gava 真的很像 我在做副食品的时候 我最近应该不太想要吃绞肉 超像的 而且很像 你准备要去包水饺的那个肉馅 那个感觉 而且我觉得真的好大一坨 昨天开完刀 然后下礼拜五会回诊 应该那时候就会知道说 是不是良性的 那当然应该是几率 良性的是比较大的 你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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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